5 4 3 2 1 2019亚洲交易碑正式开启 分析师林振翰 威力财经学院分析师 每月以小班制线下教学及讲师培训和心态增长课程 并提供每日新闻事件分析及专业金融知识传达 让新手也能轻易了解该什么时候进出场 并了解下单的规则 让交易变得井然有序 曾在知名券商担任专职交易员 受邀参加台湾知名财经节目录制 现任威力财经学院分析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ACY新闻证券的教你 欢迎收看本期金融百老会 2019年12月11日交易时间进入周三 交易者期待已久的重磅数据即将来袭 早间美国能源署公布月度短期能源报告展望 美元油行情再次冲高回落 因稍晚仍将有OPEC和IEA原油能源市场报告 所以油市多空短暂交锋之后 均表现冷静 行情未进行方向性选择 价格维持于59.00整数关口 美国11月份非诺数据表现亮眼 市场对12月份维稳利率的预期升温 不过美元指数技术面却在本周的前两个交易日 陆续回土上周五涨幅 短线技术面依旧偏空 自从英国约翰逊和欧盟的新协议过会受阻 提前至12月份进行的英国大选 备受市场瞩目 明天大选结果即将正式揭晓 约翰逊一路民调领先 但是否能够获得多数席位 才是能否尽可能排除脱欧不确定性的关键 面对密集公布的各种重磅数据和消息 美元 原油 英镑 欧元等相关品种 有哪些潜在的交易机会 让我们一起听听台湾分析师Shock的看法 Shock老师你好 Johnny你好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Shock分析师 那目前这一周呢 Shock为你们带来原油跟黄金 还有欧元的分析 那从原油开始讲起好了 原油呢 目前从基本面来看 那目前呢 整体的原油的价格是上涨的 那目前以466.7元桶为首盘 上涨5.6元 涨幅为1.21% 那OPEC呢 正是宣布减产之后呢 油价可能会继续往上涨 那供应减少应该会导致全球石库的水平下降 而这通常会推高油价 那目前国际贸易有望得到解决 这将是全球经济和石油需求的机器信号 那与此同时呢 由于石油的市场动荡 美国大多数的石油公司计划明年 将减少新油井的支出 那目前可能会导致油价在几个月之内呢 会上涨到每桶60美元 所以在外界来看 目前整体基本面目前是走高的 那也要考虑到贸易局势呢 不确定性 那令油价会有一些担忧啦 那目前风险呢 情绪有一所降温 但由于油价呢 任于两个月的高位水平 那投资者呢 会对之前的OPEC减产大会的效果呢 还是会充满期待 那随着美国对中国的 加征新关税的日期逼近 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呢 也渐渐的转到中美贸易的谈判上面 那目前原有从 大家最关注的从技术分析来看 目前以4H来看 目前为上升形态 可以参考短线的低位做多的方式 那阻力呢 在59.491到60.041左右呢 目前上行空间并不大 那从压力来看呢 是55.732到55.057左右呢 可以开始布局多单 那慢慢做上去 OK 那目前呢 从黄金来看呢 也是一样 从基本面来看 黄金因为上个礼拜飞龙 有大幅的跌落 那目前跌落之后呢 又渐渐往上了 那目前是整个是在回调状态 跟盘整状态啦 那因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原因很简单 因为目前大家最关注的是 在凌晨4点的时候 对 抱歉更正 在周四的凌晨3点的时候呢 美国 美联储呢 在公布利益决议 那目前美联储的会议呢 跟英国大选的西英伦的关税呢 生效 风险 会导致整个市场波动很大 那投资者必须非常的谨慎 所以大家目前是整个 呈现一个观望的状态 OK 那目前呢 黄金从技术分析来看 目前以 EH来看 上礼拜五 因为飞龙大跌的关系 目前大幅跌落回调 那我Shark认为目前 以突破趋势来讲啊 因为突破趋势 目前 Shark认为 目前黄金的趋势 可能由 上升趋势 转变为 转变为向下趋势 或者是盘整趋势 那目前呢 上方的支撑在 1.8 1.8 148 1.84 左右 那下方的支撑则在 1450.06 左右 那目前策略 Shark目前建议是观望为主 因为这时候实在太多新闻了 所以目前投资者先不要碰碰 金会比较好 好 那目前呢 欧元来讲 目前英国礼拜四要选举 对吧 选举的部分可能会造成英国很多不确定性 还有包括英国拖 那Shark呢 从技术分析来看 给听众的建议 就是可以关注欧元对纽元这个货币 欧元对纽元这个货币 那目前为什么会叫各位听众关注这个货币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目前以D1来看呢 目前趋势为上升趋势 那目前上升趋势也是在 点位是非常好进场的位置 那目前建议大家可以逢低坐舵车 就可以布局多单了 OK 那目前整体的趋势 不管是欧元区 黄金原有 大多数的局势并不稳定 大家下单的时候尽量保守一点 那Shark这边给大家几个建议 那目前还是以光为主啊 那耐心等待最好的出手机会 避免平凡加适式功能最好的制胜法宝 法宝之一 那我的分析到这边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邵克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 从刚才邵克老师的分享的观点来看 在最近基本面数据和消息比较多的情况下 邵克老师是建议大家采取一个比较稳健的交易策略 毕竟风险和利润是同时存在的 有多大的利润就有多大的风险 那么从技术面上来看 美元指数在本周前两个交易日回吐之前全部涨幅 短线上连续收出实体比较大的阴线 行情在下方并没有 截止目前并没有去触碰下方关键的通道线支撑位 所以说从技术面来看 美元指数仍然是有一定下探的需求 这种表现也和欧元行情的最近向上拉升的这波走势 是相互呼应的 在临近12月12号英国大选正式落下帷幕的这个时间点 今天早上英镑行情是出现了一个明确的冲高回落 行情短暂刷新高点之后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下跌 最终让当前的这个行情在高位表现为一个横盘震荡之后 向下稍微破位的这样一个技术面走势 那么可以说英镑行情在当前这个时间点 此前因为民调一直领先 所以说市场对于约翰逊能够获得多数席位 有一个比较高涨的预期 那么在临近真正落幕的这个时间 有一部分的多头选择在高位获利了结 是此次英镑行情的下跌最主要的原因 虽然说当前英镑基本面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变化 但是技术面上传递的这个信息 陆陆续续的获利了结 可能会在今天或者明天早间的这个时间 导致英镑行情进一步的出现 中线或者短线的这个回落 原油市场因为最近有三份重要的能源月报公布 所以说原油行情表现的较为胶着 行情持续在59.00关口附近进行争夺 并且截止目前多空的胜负方向性选择 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信息传递出来 从长线来看虽然在上周的交投中 原油行情的收出实体比较大的阳线 但是整体走势依然是受到通道线上轨的压制 并且本周一和本周二 在这两个交易日里面 行情已经分别两次对上方通道线上轨进行了一个测试 所以原油市场现在虽然有传出沙特阿美IPO进展良好 并且沙特积极组织减产的这样一个消息 并且技术面上的实体收出的也是比较大的阳线 但是大家依然要注意 真正的趋势性的破位出现以后 才是大家跟进去操作多单的比较好的机会 如果原油行情在之后的这一段表现时间里面 再次对上方高点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突破 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于今日早间 英镑多头短线获利了结的这种走势 导致原油行情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回落 以上就是本期金融百老汇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扫码参与比赛 包地15万美金 等你来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